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外滩二号 那外滩二号之前是上海总会 它旁边就是之前的外滩一号 那外滩二号也非常有特色 毕竟是二字头的嘛 上海总会大楼 中山东一路二号 上海总会大楼位于中山东一路二号 上海总会创建于1861年 是当时英国在乎侨民的俱乐部 现在的建筑是1909年在原址上重建的新建筑 于1910年启用 它虽然是一号跟三号之间 从层数来说是最矮的 但是它是区别这辆东有特色的 你看它也是三段式 咱们对比一下 你看一号 二号 还有一个三号 那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外滩一号 这里的间距这么小啊 整个花纹穿花 那之前很多形形色色的这个上海滩的故事都在这里发生 后来解放之后呢 这里是东风饭店 上海第一家肯德基也是在这里的 现在当然 现在是华尔道夫酒店 收回建筑 上海总会大楼采用经典的三段式设计 底部是精美的装饰 入口处有四个多利克柱式 建筑中段有各式的窗花 最鲜艳的是两层通高的六根爱尔尼柱 中间有123456 六根爱尔尼柱式的柱子 建筑顶部除了丰富的线角之外 还有两个非常有巴洛克特色的风亭 上面还有两个风亭 这两个风亭 一看就是巴洛克风格 上海总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在当时外滩多维砖木结构的建筑当中 尤为突出 这种主义的风格 精美的浮雕 各种贵案的注释 镇里面的凹凸变化 都体现了这座建筑在当时的地位 而当时那个三十多米的世界第一长的吧台 更是让这座建筑有了东洋伦敦的宠号 从上海总会到日军海军武官府 再到国际海员俱乐部 再到东风饭店 到如今的华尔道夫酒店 尽管名字身份一直在变 但是每块食材 每一片混凝土 在经过岁月的冲刷后 依旧在讲述外滩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